近日推特公司封殺特朗普總統擁有8,870萬粉絲帳號後 數個互聯網科技巨頭跟進封鎖 特朗普總統發聲明表示 我們不會沉默 正考慮自建社交平台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嚴厲批評推特公司 他指出 封殺言論的做法很危險 美國不是中國共產黨 不能夠壓制7,500萬美國人的聲音 封鎖言論事件引發美國和國際多國政要學者們的譴責 澳洲聯邦議員克里斯藤森發起 《停止大科技公司審查監管的請願活動》 呼籲民眾共同發聲 終結大科技公司對用戶的專制審查 法國政界左右派一致譴責相關舉措為審查 法國財政部長批評數字寡頭威脅民主 美國德克薩斯州總檢察長 肯·帕克斯頓表示 將竭盡所能與科技巨頭們戰鬥 當地時間1月8日晚 約6時30分 美國社交網站推特發聲明稱 永久停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個人帳號 該帳號擁有8,870萬粉絲 1月8日晚 特朗普總統發聲明表示 推特在禁止言論自由方面走得越來越遠 他預言這個將會發生 我們也在考慮在不久的將來 構建自己平台的可能性 我們不會沉默 1月9日深夜 美國務卿蓬佩奧發推嚴厲批評推特公司 禁止他人言論自由的行為 不能讓他們禁止7,500萬美國人發聲 這不是中國共產黨 除非是中國共產黨 除非是中國共產黨 他人的行為 即逆 接著 英勞